今天想為大家介紹一齣音樂劇 這齣音樂劇就算你未看過也好 你都一定會聽過其中的歌曲 甚至懂得怎樣唱出來 橫跨超越半個世紀 成功露走了不同年齡 不同背景不同階層觀眾的心 究竟哪一部音樂劇這麼厲害 這部是荷里活經典歌舞片 鮮樂飄飄處處民 Sound of Music 是在1965年第一次在香港上映 當年我只有七歲 我還記得一班大人說這齣電影不可以不看 帶我去 印象中我記得是尖沙咀的樂宮戲院 去欣賞這部電影 初時我都擔心會不會悶傷我 會不會看得明白 怎知道一看就愛上了這部電影 除了故事情節吸引之外 最重要的是當中的歌曲 一聽你就開始會非常入腦 特別是那首Dore Mi 跟著之後都不知道我自己看過多少次 這部音樂劇在首演的時候已經贏得了 包括最佳音樂劇五個獎項的東尼獎 東尼獎 和格林美獎 Grammy Award 是獲得最佳節目專輯獎 不僅是電影很厲害 舞台製作也很厲害 當然我也不會放過 在1981年的時候 製片人Ross Taylor 成功請到Patrula Clark重返舞台 飾演Maria Von Trapp這個角色 在倫敦West End的 Apollo Victoria Theatre重演這個劇 Patrula Clark當時的演出 都是獲得很積極的評價 還創下了當時英國劇院 歷史上最大的預售 還獲得Maria Von Trapp的本尊 她這個本人 讚賞Patrula Clark 說是有史以來演得最好的Maria 她將最初六個月的演出 結果是現場去到十三個月 足足多了成倍 來滿足對門票的巨大需求 我當年也有幸有機會 在倫敦欣賞Patrula Clark的演出 到現在仍然是印象難忘的 今天這個國母劇 這個音樂劇 以全新的面貌 在我們香港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那裏演出 同時亦為了慶祝這部 深受全球人士喜愛的經典作品 踏入65週年 我這個Sound of Music粉絲怎會錯過 昨晚就去看了一傳 C-O-P-P-P-T-T-T-M-N 國際巡迴演出 反應是很熱烈的 在上海、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 和印度都是一票難求 這次難得香港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 百老會級數製作的音樂劇 是非常難得的 假如你未接觸過 Sound of Music 這個故事 可能不知道 這部音樂劇 真是以真人真事改編而成 電影故事說甚麼呢 故事主要是講述 在30年代的奧地利 一個叫做Maria的修女 修道院認為她不是太適合那裏的生活 所以院長就委派她 去了一個上教的家裡 叫她去做七個小孩的教師 因為Maria很熱我音樂 而且真是以真心去對待這班小朋友 和上教成家人 令到本來挺冷漠的家庭 重拾了生氣 Maria和上教亦亦產生了感情 最終還結成夫婦 Maria成為這七個小孩的後母 當時奧地利正值給德國強硬要求合併 這是故事發生時的背景 上教是很忠心外國 為了拒絕加入納粹德軍 就帶了Maria和七個子女 離開奧地利這個家鄉 生了音樂的故事 有歡樂的有感人的 亦有歷史帶來的無奈和悲痛 正當我們以為電影 應該是不少奧地利人有以為傲的作品 原來事實上是另一回事 到底有甚麼是電影沒有告訴我們 或是劇沒有告訴我們 休息一會我們回來繼續 現在想私密大家介紹 歸原美兩項新的產品 和頭髮無關 是沐浴露 一共有兩款 分別是擁有高效保濕 抗敏修復功能的橄欖滋氧香氛沐浴露 以及擁有高效保濕 透亮淨白和角質調理功能的 青檸美白滋潤沐浴露 如果你有興趣 免費獲得一份感受版的沐浴露 試一下合不合用 立即打55668299登記 成功登記後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一次免費體驗療程服務 快點打55668299 緊張會否引致脫髮 緊張壓力大都可能增加油脂分泌 影響頭髮健康 所以淨化無狼步驟很重要 配合疏通經絡 頭皮放鬆舒服 又可以改善脫髮 頭髮問題和AI chat 不如和王山chat 打電話和我chat Sound the Music 上了大銀幕 這部電影很受歡迎 直至現在也是 但亦有不少爭議 最大的爭議 就是男主角尚教 對於他拒絕入德國的態度 不少奧地利人對於這一點 是有所保留的 事實上當年不少奧地利人 都認為自己和德國人 其實是同一個民族 對於和德國合併是歡迎的 和電影裡的橋段是有少許出入 不過亦有指說真實中上教的家 其實是屬於奧空帝國 所以他對於德國的抗拒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不代表大部份奧地利人的情感 在電影裡 Maria被收到院 院長派到上教家裡 做她七個小孩的家庭教師 原本上教要求她 以嚴格來教育自己的子女 但Maria又善良又開朗 她就選擇了以教育於娛樂 跟她們打成一片 然而在真實的歷史中是怎樣的 Maria其實只是上教找她來 為她那個還有聲紅熱的女兒 擔任家庭教師的人選 不是所有小孩的老師 另外上教在電影中的角色設定 是非常冷酷嚴格 永遠都講求規矩 用口哨來召喚屋內每一個人 自從前妻離世後 被騙得很冰冷 不過根據了解 現實中的上教 其實真的會用吹雞哨子來叫小孩 又會被她們穿著水手的制服在家 但她的性格比電影中的角色溫暖和熱情多 她很疼惜自己的小孩 反而Maria相比起來 是比較不太懂得表達感情 電影中的Maria透過一首Dore Mi 就這樣教了七個小朋友唱歌 還發覺了她們的音樂天分 讓她們能夠成為站在台上表演的合唱團 但根據上教一位女兒所說 其實在Maria未到之前 她們家一早都是夜夜生歌的家庭 上教和前妻其實都是很喜歡音樂的人 除了唱歌之外 還會教小孩如何演奏手風琴 小提琴和吉他等等多種樂器 Maria來了之後 所教的小朋友 其實只是一種名為木歌的音樂 木歌是甚麼呢 就是文歌的一種 最後這部電影 講述上教帶著Maria和七個子女 在逃避德軍的追捕 嘗試攀過阿爾卑斯山 向瑞士的目的地出發 不過現實中的她們不是這樣走法 是坐火車去到意大利 之後移居到美國 因為三十年代全球經濟大蕭蕭 上教一家亦因為經濟問題失去了大部份家產 她們只好以家庭合唱團的姿態 表演賣唱來賺取生活 有個說法是 其實上教不喜歡這種賺錢方式 但Maria非常堅持 而事實是她們一家人 逐漸越來越變得受歡迎 不過頻密的演出令到上教變得很反感 對後來甚至有些抑鬱症 對於小朋友來說 被迫要綁在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對她們的壓力很大 所以當Maria一去世後 這個合唱團就立即解散了 在現實當中 上教和Maria都生了三個小孩 她們的大女Rosemary 曾經在訪問中說過 她說自己很討厭站在舞台上表演 但畢竟當年年紀小沒有選擇的權利 除了Rosemary之外 還有兩個小孩 分別是Eleanor和Johannes Sound of Music裏面有一首歌曲 都可以說是她人口的作品 不多不少你都一定會聽過 甚至是懂得如何撐出來 Sound of Music Doremi Adelweiss My favourite things 16 going on 17 The lonely go-hard Climb every mountain I have confidence Something good 當然不少可以的就是 So long farewell 我自己也曾經去過奧地利旅遊 仍然想繼續去 維也納是奧地利的首都 是音樂的搖嵐 哈布斯寶王朝的一個誕生地 亦都是歐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幾乎是看不到有任何的高樓大廈 維也納就好像仍然停留在過去的十八和十九世紀 一樣是充滿著放鬆的部分 熱愛古典一岳 維也納大謊有成二千五百年歷史 坐落在多魯河之林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達到這個城市的巔峰 維也納是古典音樂的誕生地 歐洲的文化之都 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史特萊斯 都是在這裏一炮而紅 一直到今日的二十一世紀 都仍是保留著這個城市的古典蜂名 大家不妨去觀賞一下 現在在香港上演的這部音樂劇 鮮樂飄飄處處文 Sound of Music 看看能否感受到當地的氛圍和氣氛